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廖云章 我是尼亚达知识教育基金会的研发长 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观念 就是我觉得国际的话这件事情 不需要搭配出国际 它随时可以在我们身边发生 最好的方法就是去认识我们身边这些 来自东南亚家的公民朋友 在公园里面 在菜市场里 甚至在你身边的很多的团备的家里 也许就有这样子的朋友 他们跟你来自不同的年龄层 然后不同的种类层不同的性别 可是他们身上带着的这些文化 也跟你一样是相差十万八千五的 所以我们常常说要国际室里要国际观 最好的方法就是去认识这些 我们身边跟我们很亲密的 其实是很陌生的朋友 那透过认识他们 我们可以跟他们学习他们的文化 学习他们的运势 学习他们眼中的世界 透过这样的方式 其实你的世界也会变得更大 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微笑 可以从微笑开始 然后通常他们都会说中文 所以你可以反过来问他们说 请问印尼话的你好怎么说 印尼话的你好写阿巴卡巴 那你看到印尼话 你可以跟他说阿巴卡巴 那如果你遇到越南朋友 你可以跟他说 新早 对 新早就是你好的意思 所以我们可以从一句话开始练习 因为他们也会说中文 那你如果可以学会一句不一样的外耳 慢慢透过这个方式去扩大自己的世界 这是一个很好的国际观的开始 意思是西万岁 而此为我們就是 从所以二苏起生命 就在寻演 都讲好的 并没有找到